大年初四在各地马祖庙依照网利抽四季签 其中最受瞩目的国运签 包含大甲镇兰宫 西罗福星宫和新港奉天宫 都冲上了中上的集签 而北港朝天宫则是跟2021年 在疫情严峻时抽到的一样 没有很好 要保守一点 最后 陆港天后宫各行各业当中 包含了工业 化学 资讯和日用食品类都是赏签 良辰即使一道大甲 甄南宫董事长延青标在连续挖杯后 抽出了四季签 形容代表国运的人口签终于出炉 这支签薛仁贵救驾是支终上签 今年面对主力变得那么大 美国企业积极稳健在力求突破 签诗内容浮如东海瘦如山 君耳何须探苦难 命内自然逢大吉 祈宝分明得平安 郑南宫董事长延青标表示 大家要合作 别再纷纷扰扰 而云林系罗福星宫国运签也抽出中上签 签文是君耳宽心且自由 门庭清吉甲无忧 财宝自然终极力 凡事无伤不用求 再来在意新港奉天宫也是中上签 平生富贵成路位 军家门户定光辉 此中必定无损失 夫妻百岁喜相随 疫情可以共存 疫情可以大家平安 至于北港朝廷宫 今年抽出的国运签 竟跟2021年疫情严峻时 一模一样 还有彰化陆港天后宫抽出百叶签 包括工业化学资讯以及日用食品类 都是上签 但是娱乐业不太好 很多问题也存在 也不需要自己 只要过了秋天过后 慢慢的会肥春 天后宫表示 随着疫情三年逐渐解封 今年各行各业整体来讲都算中上 大家仍要彼此团结 国运更昌隆 记者综合不倒